大家好,繼續收看我們的直播環節 有事想問可以打電話來,又或者給電郵我們 嘉賓也是Jason跟我們聊天,Jason你好 早安,我們先聽聽胡小姐的電話 喂,你好,胡小姐 你好,主持人早安 早安 我昨天入了郵包,1299,43元7入 今天好不好,升了這麼多大錢 謝謝 OK,現在就去到44.5毫升 還可以升,升超過百分之 怎樣這樣說呢? 因為都突然看到市場,突然那個升幅大幅收窄 現在上證,剛剛都報了 現在跌三十幾點多 很誇張的市場,現在怎樣走呢? 很難捕捉 但是似乎,郵邦好像防守性都算高 暫時,今天高位見過44.9毫升 怎樣捕捉? 郵邦這隻,相對其他中資股來說 比較穩陣 還有見到股價的波幅上面 都不算太大 但你都要預算了這一陣子的錢 都是傾向炒一些 中資相關的金融股 又或者一些ETF 有機會令到這些 國際金融股方面 未必太過受到注視 亦都是令到它那個升幅方面 其實在今個星期 都不是說真的升得特別多 所以,如果你說這些位置去買了 你就等一等 如果你說單看它那個基本因素 或者之前派的業績 問題就不大 我亦都相信 未來的市的氣氛都還是好 這隻股份要破之前的高位 即是大約45.6的位置 趙毅的難度都不是說太大 所以現階段你有貨 我都是建議你先拿著 上面第一個短線的阻力 先看45.6 如果你說穿了這些位置 再上望下一個目標 就可以看上去大概48元這些位置 好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要問? 胡小姐 沒有啦 多謝你們的寶貴意見 多謝你電話支持我們 多謝你電話支持我們 你有其他東西可以隨時打電話來 謝謝 或者和你的朋友說 OK 好 麻煩你 拜拜 拜拜 拜拜胡小姐 下一位姓黃的黃小姐 早晨 我想問460 入得了沒有? 有上網開到什麼水位 還有165還有沒有上網 因為我22元買 好啊 先看看四環 好像都吃不到這個青浪 跌回百分之一過外 5.39元的勢頭都很弱 對 最近醫藥股 都比整個大市 走得比較弱 很多股份不但不能升 例如好像四環 這幾星期 股價都要由5.96元這些位置 跌下來 跌得比較多 如果你說看回現時市場上炒的 那個醫藥改革 接下來就說 預期整個藥價的定價 就有機會會是開放的 就會由市場方面去到定 就不是說再由中央方面 或者有關部門方面去到定一個限價 所以就會令到大家覺得 接下來那些藥價會不會有機會 有一個低位可以上一些 照計對於藥品股來說應該是好事來的 但是由於你說這一方面的改革的消息 都已經是由今年年初開始傳 所以都見到很多的醫藥股 在過去那半年 特別是由4.5月開始 炒上來那個力度都炒得比較大些 反而你說去到這兩個月左右 似乎再炒這個消息的味道 就不是說太大 如果你說看回460那個走勢 也可以留意回 之前的股價跌穿了10天、20天線之後 其實一直都是走一個下跌的軌道 之後就算有些反彈也好 但是彈上去那條20天線 其實都頂住了是升不穿的 更加在這個星期來說 都是跌得比較急些 如果你說看回之前一個比較重要的支持 本身在5.6了 但是由於它在星期三 都叫跌穿了這些位置 那接下來你說要再找下一個支持位 就可能要下回5.1 5元邊這些才有機會見到 所以現階段 我覺得你也有心理準備 短期裏面 這隻股份都可能要捱一捱些價 嗯 好啊 那還有沒有其他東西問的 165 165 是 是 是 22元 22元 OK 那 上回來的了 其實今天來講都見到52周的高位 20.45元 還差一點就回到家鄉了 所以就是這些 其實這個版就好像選對了 那些的軟商股等等 全部都表現非常亮麗 好像Jason你之前推出另外一隻股份 是不是 在我們每周股都好像升了雙倍 中修證券 在近來來講的確是做得不錯 其實又不是說只是那隻的 基本上你無論你選銀行也好 中修證券也好 海通也好 甚至乎這一隻的光帶也好 都一定能夠是吃到那個升浪 但是看回這位的家庭觀眾 就可能在很多年前就買下的 所以那時候買的位置都比較高些 那既然你說等了那麼久 現在也都見到股價 慢慢是翻上去接近20元這些位置 那你都不妨是可以再拿著先的 那我自己看 接下來這一類的金融股 或者勸商股 那個表現都不會說差對邊 那但是短期裏面 就可能要做回少少的整顧 那因為過去那兩三個星期 它由15元這些位置升上來 那升幅都真的相當之大 那所以不排稅 它在短線裏面 就有機會先下去18.5至18.8 這些位置休息一下 那去到可能這個月的月尾 或者去到過了一年之後 才有機會再升 嗯 好啊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問啊 我是不是要先走了嗎 如果你說之前都真的拿得多貨 其實現階段 你說它上回20元邊這些位置 可以先退一退貨 那你接下來等它的股價 回回去 剛剛說的 可能是18個多的位置 就再買回 OK 好 我們要聽一下 衛嘉玲的觀眾 是姓吳的 吳小姐 是啊 你好 我姓吳的 好 想問什麼股份 九七八招商局置地的 上次聽郭Sir說 我呢 買了一隻 是一個一毫二買的 是 另外一隻 是九三九建行 五角八毫二買 一萬六千股 嗯 嗯 想問一問呢 這個招商局置地 會去到多少錢才沽 還有那個建行去到多少錢才沽 好 我們先看看九七八先 招商局置地的 就有貨 其實和現在現價就差不多 一個一毫四暫時跌一先了 那我會不會說 這隻都可以多拿一會兒呢 這隻都可以拿著先 是 因為看到它的股價在近幾個星期 都不是說怎麼升 但是你說這些內房概念 其實我都相信去到夏年年初 都還是有個復甦的勢頭可以炒的 所以現階段資金還未炒到這一類的板塊 或者這一隻 唯有先保持住 那你初步就看回過二這些位置 就是一個阻力區 如果你說股價能夠突破這些位置 那你就不妨可以把那個目標價 就推高到大概是過四左右 嗯 好啊 還有一隻建行 五角八毫二入貨了 五角八毫二入貨了 就稍後上 就是今天來講 表現都良麗了 剛剛都提到的 曾經都升四個外 高位見過六個二號七 那麼無奈現在升幅收窄回 步六個一號四 嗯 這隻股品都不用說太多了 近來全部的錢都去了這些內銀股 保險股那裏炒 那你說建行的升幅 比起一些中小型的銀行 相對又不是特別大的 雖然你說見到好像今天 就上到高位 接著就跌了一些下來 那見到升幅都收窄回 但是這個形態方面 都算不差 至起碼現在 都還是見到 枝陽作 還有都見到之前 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六元 是突破了的 所以現階段 我都建議你可以先拿著 上網的目標 就看回大概六個四至六個半 嗯 好啊 那都OK了是不是 吳小姐 好 謝謝 好啊 好啊 先謝謝 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兒 待會回來繼續和大家看看 其他股份的表演 不要走開 恆子又升上來了 去到23943點 升到100點過外上來了 我們待會再談